感恩节前美南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所属的关怀推广委员会 于佳节来临前捐赠了1000元火鸡 让夸属肉High School秦韩学生家庭感受华人关怀社区的心意 当天该会会长徐晓琳、监事长叶洪志、郑昭、郑大展、洪良斌、邓嘉玲、李银霞等人不但捐款 11月21号下午还亲自前往该校发送火鸡 寒暄问暖一番 我们大专校联会的重要的宗旨之一 是希望我们能够进入主流社会 那么跟我们的中国城附近的这些不同的族群 有互相的沟通了解 那么建立很好的关系 所以我们去年成立了一个关怀推广委员会 那我们成立了以后马上就跟这个Elef学区合作 在感恩节的时候 我们有捐钱送了 捐了一千块钱 那么送火鸡跟那个Elef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富bank的这个食物呢 一起送给Elef的一百个穷的学生 那么这个是 就是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今年我们这个钱是有每一个理事跟会员 我们就五十块一百块向大家捐起来的 那我们买了那个火鸡呢 就是每一个家庭送一个火鸡 驻休斯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陈家燕处长 在和人节节师建制组长陪同下 为关怀推广委员会成员及 学校工作人员带来了精致餐盒 充满爱心的现场义工 并向大家致意 休斯顿侨教中心陈一芳主任 也专程前来见证这一项散举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参加我们大专校联会 在Sansgiving赠送这个火鸡的活动 我们配合当地的富bank 赠送他们当地的一些比较需要的家庭 他们一些食物还有火鸡 尤其是在Sansgiving的时候 能够赠送这个火鸡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这也证明说我们台湾真的能够帮助大家 帮助这个社会 我们台湾的社区 台湾的桥界真的很有爱心 我们在社会真的帮忙了很多很多的贡献 那今天我们也是特别来这边 慰勞大家跟大家一起参与这个议局 希望这个以后会有更多人来参加 当天根据气象报告显示晚间将会下雨 因此校方将原本五点半开始领取的发送计划 提前到三点举行 除了大专校联会的伙计 休斯顿夫Bank 扛下今年的捐赠任务 提供了罐头 干粮及汉堡等食品 校长Tremaine Wycliffe表示 今年预计有300多个家庭受惠 享受这一项感恩节期间 社区团体提供的关怀美意 这次是我们的五个年轮延运 和我们有三个年轮延运 和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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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足够的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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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的餐 很漂亮